司法往往是正义的实践 却有不少民众对于司法制度毫无信念 这四叉这个铁路警察的正系嫌犯 法官判决无罪以50万交报 周氏驾驶李逸祥 法官却以50万让他交报 难道51条人命就只值这个价钱吗 这是什么看法啦 边边的台西人 说可以看不出 真的是恐龙外观啊 消费不求啊 某天志明收到一封来自司法院的信 诶 国民后官呢 哦 东西里是伸张正义 很快的便到了开庭日 充满疑虑的志明 不禁也紧张了起来 看着紧张的志明 法官也耐心地向他解说了 国民法官制度的运作 志明也终于可以放心地 准备开庭 正式开庭 第十八年 那是小会 人才会 人才能 存在 月后 被告王大为 男杀为情杀 因此为家正地杀 人 被告王大为 相信各位国民法官在刚刚听完简便双方经验的辩论 对案情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检方主张被告撞死受害人的行为乃是因为感情纠纷 而被告律师则认为此次事件乃是因为视线死角所造成的一起意外 接下来请各位国民法官可以开始讨论此次的案情 究竟是蓄意杀人还是过失致死呢 突然有位物理专业背景的国民法官 发现司机的内容差可能是导致车祸的主要原因 国民法官们也纷纷感到震惊 或是司机也以他的工作经验提出了新的观点 此番言论也刺激了法官们的想法 国民法官们开始展开了热烈讨论 被告王大伟犯过失致人与死罪除有期徒刑三年 国民法官员 国民法官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